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不向長編不付! 堅持以理覆人! 《議論擊石》 回到第二節的《議論擊石》 最後一節 我已經累到很緊張 我眼睛都睹不大 好嚴重 出口轉內燒 這個錄音,內裡就講到這些,當然整堆人當然嚇到尿流,說真的 不過看來就不算了,不過這班人已經臉皮一呎一呎一呎 下一個到誰呢,這個蘋果洞暗示了之前抱歉喊痛的人 噢,暗示,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有什麼問題就你找蘋果吧,不要找我 你找蘋果就不要找我,蘋果做了答辯人的 是呀,做了一單禁制令,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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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要緊啦,總之他現在就不需要搞這件事 因為他現在是報道有人在外面洩漏了 不過當然啦,現在法庭禁制令呢,說真的一句,你發佈消息 自從有互聯網之後,誒,說真的一句,多餘啦 那些東西,即是譬如說,我們台灣又用完了,下次去另一個地方又行 對呀,我剛才都在咪後說,在大陸,在大陸的另一邊又行,又行 所以,唉,真是的,這班有煲,我覺得這樣東西放出來也不知有什麼用 為什麽呢,因為那班人的臉皮一整呎厚,而問題是問情又不夠憤怒 始終現在還在講港大裏面的事,對於那些師奶阿叔阿嬸,真的不是很緊張的 他們只是很討厭那些大學生,經常搞事搞幹呀,你知道 你知道很多的東西就是我們這些可愛的叔父,那些思維是差不多的 是 那沒什麼,那在另一個地方,發出這樣的事,那這些傢伙全部都不用做了,說真的 是 那當然無奈,這就不是另一個地方,這就香港啦 那方某傳論 那我們先講回另一件事,你有沒有補充剛剛講的這件事 沒有沒有 沒有保重了 這個人很厲害啊 我都幾個相信他不是馮敬恩 另外 講了一單國際消息 我們剛剛講過 講到阿里巴巴要抽馬雲水 這個Yves-Anne-Laurent和Kuji 正式要控告阿里巴巴 網購平台說他經常賣假貨 馬雲之前說要打假 這次他又改了口風 為什麼呢 他寧願輸掉官司和賠錢 都不會和這些傢伙和解 簡單來說 他不會處理他旗下賣家的問題 為什麼呢 如果淘寶真的要處理這些賣假貨的賣家 淘寶可能都可能不見了七成的銷售 可能會 因為 淘寶就是賣那些山寨的東西 是 認知 馬雲還以為自己很牛B 他還要別人檢討一下自己的經營策略 唉 真是吐了 飯都吐了 不過他改了一個名字叫阿里巴巴 大家知道阿里巴巴就是與四十大道 可能進得太多大道應該都會有強度的邏輯 所以 他還要贏得尊重和尊嚴 所以寧願輸掉官司 我就不知道他贏得哪個尊重和哪個尊嚴 我覺得他輸完之後 他得到的肯定是 除了賠錢之外 還是惹來後世的恥笑 所以 這件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國際新聞 馬雲就 他應該最好最煩惱就是撤出美國的了 之前 他心蕉紅 已經跑到美國上市 那裡是你玩的嗎 那裡是你玩的嗎 大哥 你是中國封閉市場 再兼且你有這麼多政治聯繫 你就在中國橫行霸道 美國自由社會 你買通了共和黨民主黨 都未必不能理會 人家要選的 你做金主 你救人家那些傳統金主厲害嗎 你賣石油的嗎 你賣軍火的嗎 真是白挑戰 那不說他了 那說另一件事 緬帝大選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先說一件事 你先說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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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要先說馬雜園 先說一件事 馬雜園會留在最後一件事 先說一件事 因為鋪陳出身 因為這裡留在最後 留在最後 至少20分鐘說他 有七十歲高齡領導的反對黨全民盟 全民盟已經獲得大勝 確實是大勝 各地之而者歡呼勝利 而這個執政黨 這個叫做 吳什麼鬼 吳登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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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承認了這個落敗 雖然這個選舉 軍方仍然保留著25%當然議席之外 但其實只剩下民選議席 基本上反對派全面接收了 那當然 那當然 其實軍方退縱保平安 希望就 是啊 沒錯 因為其實這樣的 其實這個 緬連軍政府 喪克蘇的管治意志 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是很久了 這幾年都是 是啊 如果他們要死命 這樣選的話 他們 即是黃克蘇姬未必贏得 那麼輕鬆 是 但什麼都好 緬連軍政府 已經覺得好不妙 因為怎麼搞都搞不起 政府 不停的opposition 是啊 即是經濟這幫傢伙亂搞 是啊 即是以前緬甸出米 是稻米之鄉來的 是起不到的 經濟是 這幫傢伙完全不懂得搞 亂搞 也搞的 是啊 所以終於頂不暴 即是頂不暴 就是很簡單來一句 終於是 連續很多年的憎憎憎憎 終於創失了古字意志之後 再加上美國向東亞國家招手 確保了這幫傢伙的安全 即是不用被別人變私 不用被別人抄後算帳 那就願意放下這個權力 其實我覺得越南看來都行這個模式 是啊 越南也是啦 越南是一個自身利益來的 因為呢 實在呢 第一 他起碼呢 因為以前情願志爭 他經常想著有一個強倫 有一個強倫在旁邊 其實是因為越南 其實是不相信中國的 是啊 是啊 這樣 是啊 是啊 強倫幫不了了 那幫不了的話 那幫不了的話 還要在南山和南 在南海和他們有爭執 那當然是害怕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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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是大大鍋 那就 呃 先想想一下 他在說什麼呢 嗯 講講一下 是啊 現在的鵝山素姬已經是贏了 那當然啦 這個鵝山素姬 這個叫做緬甸變天 其實都說真的 是 也都叫做和理非派的一個大勝 是 因為鵝山素姬就是最和理非的 是 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 那他被人軟禁了二十幾年 嗯 之前那些泰國 就是那些緬甸爭女 出來和平靜坐 被那些軍政府穩槍掃他的 是啊 那他們完全不還手 那 今次取得了這個勝利 那 所以我始終那句 其實 你說我左膠 這樣說的 現在 在 冷戰後的世紀 真的 沒有什麼 那些勇武抗爭呢 當然 你真的做才是 你不要只得了一個講字 你真的做了些 你都不是過個成功的 你想想一下 其實 最新的例子 最新的失敗例子 其實就是 現在搞到狗足那麼亂的 的 敘利亞 最初的敘利亞反對派 其實全部都很和平 不過後來有人開始拿起武器之後 就代戰了 嗯 現在基本上要輸 為什麼呢 因為普京大大來了 嗯 是 所以應該沒得搞的 說真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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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很多人會爭議為何翁山計數機這麼魔理飛都贏得到,就基本上全靠美國,我覺得是的 基本上我覺得錯不完 但問題是如果是翁山計數機拿槍的話,美國也不贏他 當然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什麼都好,緬甸前逃無量 回不了頭,以民主化 都挖了這麼久了,我只是悲哀香港 香港都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得常所望 好,那就算了,我們就講一件大家最想聽的事情 馬集會 馬集會,上個星期六就上演族了 說一下當天有什麼排場 那天的排場,七對七 是 七對七 入五攻 對位 是 是 習近平的最厲害的智囊都出來了 有個王滬寧在這裏 有 有王滬寧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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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有律寧在這裏 是 超厲害的 這個排場多厲害 正 你想想 你想想 他的頭髮全部傾巢而出 是,沒錯 那馬英九呢 馬英九有沒有帶金寶衝出來 沒有 金寶衝有沒有冠寫 金寶衝現在不是台灣 哦,原來不是台灣 金寶衝根本有病 金寶衝 哦 哦 金寶衝有病 金寶衝有病 心臟有病 隨時 隨時說 聽說 街上講 是 隨時 隨時 那個心 一聽就 嗯 就 所以他馬上去醫 馬上去醫 是 是啊 雖然說這麼spotty 最後也是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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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普通就 希望金寶衝上 是 另外 當時 嗯 現在 會中 大家 兩位 人士 一個馬 一個集 互相稱對方為先生 是啊 所有人 譬如 國安會 總統府秘書長 全部都出來了 你 馬英九那邊 是啊 國安會 高華主 那些 那 會中 很多人就罵到 馬英九瘋了 當然 是啊 這樣有人罵 不知道有沒有 對啦 不過現在還是說回會裡 那裡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就 主要來說 其實就 什麼都沒有什麼 聊過的 就是大家就握手 見面 表示有辦法 聊 吃餐飯 表示有辦法 然後就這樣 當中就 各自說一下一些事情 提回這個 這個 提了半個 國九二共識 是 為什麼他只說一個中國 他就是沒有說 後面那部分 他沒有說 國字表述那部分 那大家忽然之間 不知道 中一國中華人是指哪個中國 那不用問 那當然是在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啊 是啊 因為你不提 是不是 是啊 唉 真是 吐發 哈哈 講真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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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最重要 他有沒有提到中華民國 先 因為有人說他提了中華民國 是的 幫他講些算話 他有提到中華民國 只是 只是就 比如說他 是 OK 是啊 有人這樣說 根據說法上面 但是他沒有表述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表述 就是事實的 但是他都說20分鐘 你想要表述什麼 難道有一個叫做歷史講起嗎 那 不是 那我實在是一件事 至少你講起一個中國的時候 你怎麼都要講講你 中華民國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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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立場才行的嘛 你又不講 是啊 但是這樣嘛 在他們的邏輯裏面 其實這班人 經常講法統 他知道自己的法統 就陷著腳的嘛 嗯 你明白嗎 是 說一下 你要記住 所以一個中國國字表述呢 是 你要記住 沒有內涵的 是 你知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人 就 賦予了 加了很多內涵進去 嗯 是 說一下 當時的 所謂的共九二共識 是 所以 李登輝 就捉住這件事 經常說 這是一個沒有共識的共識 嗯 嗯 明白嗎 是 所以 不會是有的 因為在會議上面呢 在那時候 1993年 嗯 香港會議上面呢 是真的有一個共識 但是那個共識呢 是一個沒有共識的共識 是對的 是 或者 含糊的共識 嗯 OK 含糊的共識 含糊的共識 含糊的共識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是沒有意思的 是 它可以是中華民國 可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嗯嗯 先說一下 各自表述 嗯 各自表述 是沒有說到 沒有說到 這兩個中國都不是中國 嗯 可以的 是 那表述是沒有 所以整句說話是沒有意思 不過因為那時候 因為大家要一個談判基礎 才有些事蒙混過關 大家都可以接受 聽起來大家可以接受 嗯 明白嗎 是 是啊 所以 所以要搞清楚 就是 就是我又覺得 你怎麼表述 嗯 是啊 你表述只是你加些東西上去 嗯 是啊 你不會叫習近平走去表述 一個中國等於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1949年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又不可以要求馬英九 去講 一個中國是等於中華民國 跟著 因為歷史營業 不是 不是這樣說 其實就不是什麼歷史 歷史問題的 就是因為現在你知道 就是這個 中國就幾這麼 這麼惡的 是不是 那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 就是你 你馬英九又有幾 這麼限增的 是不是 那你經常都多 這個就是政治現實問題 你只是現在在說 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和我表述問題 基本上很難表述 那他另外 他也是 就是 多次出賣台灣 是願意的 對不對 那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到中華民國 就算了 你想怎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敢在習近平面前 你敢在習近平面前 說中華民國 什麼什麼什麼 是一個實際的 實際的政權 只是現在 你一個中國 解決不了 一個中國現在只是 因為兩個兩外的問題 兩個解決的事 就算鬼數 的啦 你事實是兩個政府 你沒有點人的 這是事實來的 大家要承認 這個事情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其實實際是 嗯 那些是一個中國 各自要求先 如果不是 就不用談下去了 嗯 是啊 所以呢 你看到那個局 局面 就是見面 都是好事來的 嗯 我還要給複製 給馬英九 嗯 不過 我們先說 另一些 民間的事情 我們就看 我們整個部 整個網 我們就很容易 糟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網路一面 罵到爆 那些 但是呢 有些 指標性的人物呢 出來說的事情呢 就令人覺得 有 另一番景象 一個叫 林軸水 另一個呢 蘇哥和外國交付 是的 是的 蘇哥和外國交付 另一個就是 就是 民進黨黨主席兼 這個 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 小英 他兩者呢 對於 他當然也不是很 approve 這一個 的 但是這樣 他兩個呢 都抽一下他水 但是他沒有罵他 嗯 他不是罵他什麼 喪權玉角啊 好賣台啊 什麼卒啊 沒有這樣說過 是 林軸水就說 叫你不要抽那麼多水 如果馬英的什麼 都沒有答應的話呢 你這班人就 不要說那麼多話了 這樣 不要抽水了 是的 而蔡英文就說什麼呢 更有趣 如果是 蔡英文大概意思就說 如果是新屬台灣的立場 我去看馬英文都可以 對呀 對呀 喂 你想一下蔡英文 就是說他都肯去見 是 喂 你想一下 喂 真是 你看到指標性 馬英出來說話 哎呦 大家明白 所以就有一個問題 還有另外有趣 就是當然你說 藍營做的民調呢 就做到八成多人支持 你看 親綠媒體都做到一半的 嗯 就是拉雲 起碼都六七成的人 其實是覺得OK的 這件事是 對呀 對呀 就是可不可以這樣interpret 對呀 正常 所以 說吧 是啊 是啊 所以就 就忽然 令到 當然香港有很多 只是佈著網 又或者是 有時候反共反倒 上了腦的朋友 就 就 就以為馬英九 就 點點點了 你不知道人家又是 好像某些 網台主持人 是啊 再加上 自己的通識很厲害的人 就是這樣 你 你說我們 說笑而已 不是 不是 說笑而已 當然不是說我們 哈哈哈哈 就是 你記住 有人 經常說某位朋友 我知道 南的那些人 香港的那些人 說某位朋友 不懂 那些人 就不懂 她是不懂的 她是不懂的 我一聽下去就知道 就知道 你看 你說那些教主 那些人 是啊 教主那些男友 那些男友 那些男友 就去說 說 別人在台的那些人 經常在那裡 吹夢 柯文哲 又說他不懂 那些東西 但是 但是聽下去 如果這次 我聽下去 他跟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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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樣 其實 香港人 不懂的人 不是只有他一個 其實看到香港大部分 那些網絡的名嘴 或者那些名媒 都是 大概都是這樣 吊吊的 除了台灣專家 例如 欣先生 或者譚博之外 是啊 那些台灣專家 那些他一看文條 和看指標性 說話 就知道 哎呀 很簡單 你看到教主 教主 是啊 教主 九樓就做教主 教主是 approve 這件事的 是啊 你教主也 approve 那 我覺得 我就算 我跟你說 我也 approve 這件事的 是 是啊 我不 approve 為什麼呢 因為 馬英九沒有去D7 D7 習近平 是啊 你只是這樣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如果在網上 你就不可以 上去網上的東西 是啊 所以經常 整天都會 有害身體 有害身體 有害身心啊 這樣步伐 是啊 真的 是啊 你想到的 其實 你想一下文件 就知道 我就算我不信文件 我就算在街上 聽人說 是 我覺得 這件事 這件事 台灣人基本上是 approve 是啊 是啊 不是 也有些小朋友 是衝出去 示威的 喂 又斷了 是不是 哎呀 就算了 那 也不夠十分鐘 還是看看 等一下可不可以 拼到幫忙 又回來了 那 可以 現在重新叫他 行不行 就有他 那 說回台灣 說真一句 那 要說回一些 深層次的事情 究竟為什麼 這個 阿習習 和阿瑪瑪 要去見 那 馬英九 其實想見習近平 就很久了 那為什麼呢 說真的 當然我經常說 馬英九 心中有一隻 大中華膠 經常作祟 回來了 是啊 我剛剛已經move 去 馬習的 深層次分析 是 我剛剛在說 就是這個 為什麼不見不見 忽然間見 那 這個 我就在說 一個 就是 譬如阿瑪瑪 其實想見習近平很久了 是啊 問題是 因為他心中有一塊 大中華膠 不是的 這個 一樣 另一樣 他自己想摸一下底 噢 他自己想摸一下 他摸什麼鬼 他都不叫做 不是的 不是的 他要摸我底 就是 去到之前 你要知道 他上一天到二一天 就是收皮的時間 他都是想見的 他不是說 今時今日想見 他一向是想見的 但他就說 來到這一刻 他只剩下半年 年不夠 那很簡單 就他平一路 但是你要一路不理他 對面 是一路不理他 一路不理他 就是 我今天 去到 今時今刻 馬英九 其實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實現他的 實現理想 是啊 實現理想 但問題 他一直 這幾年 他經常想見 是想摸摸底 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你要記住 你又不要做 他一直想摸摸底 究竟他想摸摸 他想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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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虛實 因為真的不知道 不想摸摸 他想摸摸 那些虛實 因為真的不知道 是 大家明白的 是啊 不行的 但是一路 習平覺得沒有需要 見他 因為他 如果他跟他 站在那裡排坐的話 爲 爲 我和你是兩府的關係 而不是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現在是 現在 你這個設定 其實是對等的 但是現在去到最後 爲什麽這次 要同意見 其實就是 習平要計 在 南南海 和東海 現實政治的問題 是啊 他就要計這些 還有 其實他跟之前 走到英國那裏 派戰 一脈相成 一脈相成 傳聞一脈相成 他找一些最親近美國的國家 首先就是找這個世界仔英國 然後就是找這個台灣 還有 第二件事 我覺得他真的是這樣想的 就是因為他知道 國盟黨輸囂謹 他覺得他現在不做 在他卸任之前 都沒得再見 是啊 當然 所以變成他做什麽呢 如果他要留下一個 萬世功名 他還是要做到現在做的 還有 你要記住 他現在有一個好處 是 現在你見了 民進黨明知道民進黨執政 你不能走回頭 民進黨 還有第二問題就是 民進黨要幫他嘴硬 民進黨其實 你那時候那句 他真是 他真是搞獨立 我怎麽樣都不相信 其實民進黨 有一件事就是 民進黨現在買的 蔡英文 他還可以幫蔡英文開中的好頭 為什麼呢 以前都見開了 我見一下你又無妨 原來上次都沒有喪權欲國 我見怎沒有喪權欲國 是不是 三萬人什麼都談 什麼都可以說 是啊 去外面就笑到見牙不見眼 握手 出來就講一下你 這次不用怕了 這些不用怕 還有錄音都不害怕 小英 他們說話很小心 是啊 他說話很小心 是啊 對不對 所以就覺得 所以就覺得 再反而更好 他現在不見 如果當蔡英文才上場的時候 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 結果就在這兩位的人士 我覺得現在就是 怎麼說呢 都真的創歷史先河 因為兩岸分治六十六年 現在 兩岸的正式的國家領導人 就在這個新加坡 還有一次正式的會面 是不是 是啊 新加坡 所以真的都是一個歷史的創舉 是啊 不過當然都是一個 大家就是 這些統派就不要太快打飛機了 是啊 不要打飛機了 統派 不過就是 就是 反而 所謂的統派 其實呢 有點像香港 現在呢 現在是搞建制的那些人 是啊 是啊 尋著數 是啊 一樣的 不過那些人呢 那些人被人罵 是因為不值而已 是 真正統派是很少的 嗯 嗯 那些名字我沒有開 是 是 這樣 所以那些人 統派的也不要打飛機 嗯 那些呢 那些呢 那些人呢 你就不要擅長 嗯 如果派的一上台呢 賺食就可能沒有到你們了 因為派的很多賺食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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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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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人呢 不要這麼快打飛機了 嗯 那 那 那 其實沒有多少時間剩的了 那今天就 就是 就說了一件事 加泰隆尼亞就 宣武獨立了 宣武成立這個加泰隆尼亞 是共和國了 這樣 西班牙那些人不可以 因為這個是民族自決的問題 這樣 當然是刮了我們的臉 之前我們就經常都說 我們都戴了頭盔的 我們說加泰隆尼亞 就不要這麼快可以獨立 不過不要緊 現在就獨立了 不用登上鏈 都是好事來的 OK 是的 那 即現在 現在當今世上 越來越自由 和越來的 決定 這就是趋勢來的了 就是 你想想一件事 即到時候還在 逆天而行 都是甚麼地方 中東那些 極權國家 中國 這樣 還有一些苟延殘村 北韓這些爬蟲 我真的累到吐了 今天表現差劣大家見諒 各位慶祝我們下個星期再說 拜拜 中港台